同学们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牧场之国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节课的重点字都有哪些 那么这节课的重点字呢比较多 大家呢要一一掌握 第一个字是以左右结构单人旁 在书写的时候这个点不要忘记 第二个呢是尊 他呢在书写时呢这一横千万别忘了 接下来呢是跳目字旁 跳望用眼睛来望 所以是目字旁左右结构 再来看骏 那么我们可以组词骏马与马有关 所以是马字旁 还有池我们知道马呢是奔池飞池 所以呢是马字旁 再来看下面的辽 它是半单围结构走之底 再来看棉左右结构脚丝旁 注意它的写法 邓 那么大家在写这个邓的时候呢 可以将它拆开来看 上面呢是一个灯 然后下面是一个挤 这样的话就好写了 来看腰和与口有关 所以是口字旁 那么铃铛 铃铛呢是金属做的 所以它们是金字旁 一个灵一个当 注意它们的写法 冠 那么我们在书写贯字的时候呢 它的右半部分呢容易写错 那么上面是一个草字头 中间呢是两个口 下面再一次强调不是柱 是柱字多了一横 紧接着是灰 那么左右结构 以及踢与脚有关呢 是足字旁 还有生处这两个字 这节课的生字呢比较多 大家在课下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字的读音 以及它们的写法 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阅读课文在认准字音 认识生字的基础上 来进行通读课文 回答下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通读课文来思考 作者从哪些角度 描写了荷兰的美 那么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呢 是这样的一句话 说荷兰是水之国 花之国也是牧场之国 我们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 从水之国 那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他们的城市呢 有非常多的水 对不对 并且呢 人们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小船 所以它是水之国 美在是一个水之国 第二个呢 它还是花之国 有各种五颜六色的花 第三个是牧场之国 那么牧场之国 又是怎么样的呢 并且其中都有哪些事物呢 在文章中呢 课文重点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牧场之国 对不对 来看一下 一条条运河之间的绿色滴地上 黑白花牛 白头黑牛 白腰满嘴黑牛 在地头吃草 诶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呢 在运河之间的绿色滴地上 是什么呢 绿色滴地指的就是草原 对不对 那么在大草原上都有什么呢 不仅有花牛 还有黑牛 并且每一种牛的颜色 有黑白的 白头的 还有白腰满嘴的 等等种类 非常的多 都在吃低头 吃草 那么有的牛背上 盖着防潮的毛毡 那么牛群吃草时非常专注 有的站立不动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画线的这句话 有的站立不动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我们知道牛会思考吗 不会 所以在这里呢 用的是拟人的修饲手法 他们呢 站着不动都在吃草 那么从这一幕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牧场是安静而又祥和的 再来往后看 急目远眺 四周全是丝绒般的 碧绿草原和黑白两色的花牛 那么进入你的眼中的是 哪三个颜色呢 有绿色黑色以及白色 与此同时呢 全是丝绒般的 那由此可知 这里边用的就是 比喻的修饲手法 对不对 那么把草原呢 比成了丝绒一般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 大家会发现 哎呀 入木的都是绿色的草原 以及黑白的牛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这是和谐之美 那么用和谐美说 这是真正的荷兰 那么在第二自然段中 说到这是真正的荷兰 它出现在第二段的结尾 那么写到的是牧场之国 再来看 这句话呢 写出了骏马什么样的特点 除了深深的野草 遮掩着的运河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们 飞驰到远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非常的粗犷豪放 潇洒 骏意 想往哪跑就往哪跑 对不对 非常的自由 由此呢 我们可以从骏马身上呢 感受到它的一个粗犷美 那么它也是真正的荷兰 在文章的第三自然段呢 对骏马做了一定的描述 那么在文章的 那么在第三段的开头呢 就写到这是真正的荷兰 给大家介绍了马的粗犷美 再来看下面的 在天堂般的绿色草原上 白色的绵羊 悠然自得 黑色的猪群 不停的呼噜着 像是对什么 表示赞许 成千上万的小鸡 成群结队的长毛山羊 在见不到一个人影的 绿草地上 安闲的欣赏着 这属于它们的王国 这里面呢 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种 悠然自得的场景 那么场景中都有谁呢 有山羊 绵羊 还有鸡群 以及黑猪 那么这些呢 给大家展示的是 它的悠然美 依旧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对不对 我们来看 真正的荷兰 在文章中出现了几次呢 那前面我们说到 一共出现了四次 那么前面说到有三次 而文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 又独立成段 再一次说了 这就是真正的荷兰 所以呢 一共有四次 文章呢 是以真正的荷兰为线索 来组织材料 依次突出的是它的色彩和谐之美 前面的草原的绿色 黑白花牛的颜色 以及马尔东藤的粗犷之美 同时呢 还有草地安详 宁静的美 那这些都能够凸显出真正的荷兰 反复出现真正的荷兰呢 是突出了全文的重点 结构严谨 这也是它的一个作用 我们来看 第五题 荷兰为什么被称之为是牧场之国呢 那么我们看完课文之后呢 来回想一下 首先呢 是因为它有辽阔的草地 那大家要知道牧场牧场要有草地 还有成群的牛羊和骏马 当然还有鸡啊黑猪啊等等 对不对 那么人们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文章的后面说到 人们呢 主要从事的是畜牧业 比如说生产牛奶 他们在挤牛奶 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牛奶呢 又要用汽车火车拉出去 所以呢 他们整个呢 都能够说明 荷兰是一个牧场之国 我们想要回答荷兰 为什么被称之为牧场之国 就要结合文章前面几个自然段呢 来进行重点的分析 对不对 来看文章的主题 首先呢 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荷兰牧场的什么美呢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第一个是和谐美 颜色的和谐 色彩的和谐 草地的绿色 牛的黑白色 同时还有粗广美 那么对骏马的一个粗广美的一个介绍 与此同时呢 还有悠然美和宁静美 悠然美给大家介绍了山羊 小鸡和黑猪他们悠然自得的样子 以及后面的一个自然段宁静美人们 对不对 那么让我们看到了荷兰牧场和运河交错的独特的地形 看到了荷兰蓝天 碧草 牛羊 组成的优美迷人 自然和谐的一个景观 表现的是什么呢 作者对荷兰的泛美之情 那么在作者的笔下呢 把荷兰牧场之国呢 写得非常的丰富多彩 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得这么精彩 也是因为他对于荷兰的一个泛美之情 我们在这里呢 要对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呢 做一个重点来掌握 我们来看一下拓展训练 写了短文 你一定被课文中的美景所吸引 结合课文中的插图 来写一写你眼中的荷兰 那么看一下文章中的插图 我们可以根据插图呢 来再现荷兰的美景 我们来试着尝试写一下 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